我是英立大帝 然後我要提的東西 其實有三個 第三個是前進才想到的 第一個是叫 你沒有做簡報為什麼要看螢幕 第一個是大章花補完計畫 這個東西簡單講就是 有很多朋友說他們看的大章花就有點爽 可是外國人看不懂 就希望有人可以農成英文字幕 但是大家知道大章花補完計畫幾天的總長度也是超過24小時 加上大家有很多障礙 所以這種事情就是需要用分針法術的方式來處理 工具其實大家應該都有結束過類似的東西 第二個是公民頻道頁面的建立 這路現在選舉那天做了一個網路直播開票節目 那我們是希望整合直播的影片跟一些數據資料 那之後想要做成 發展成內容更衝突的公民頻道 那可能在頁面上的話 要讓觀眾可以更清楚的選擇 大家想要知道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第三個是想提的是 要選舉2.0的東西 那這次都文哲可以當選其實有滿大一部分 這個原因是那個網友他主動幫他做各種文宣 那就是那個選舉的文宣不是只有競選總部他們在主導 那我想把這個東西擴張變成一個 他自發可以發起一些主權的行動 那那個具體的 那個戰略標的物的話就是陳維廷的選舉這樣子 然後這個東西我等一下就是再開Level來做文字說明 那這樣 時間到了嗎 講文字到了 好OK 那最後就是 建議大家不要用Windows8的平板 這樣你會跟這個世界哥哥不入 好 好 好